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也许大家跟我一样有一个疑问 通常红葡萄中原化青素的含量比白葡萄要高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白葡萄呢 这跟葡萄酒的酿造工艺有关 通常红葡萄在酿酒的过程中 皮儿 籽儿和果肉一起发酵产生酒精 在这个过程中原化青素和那些活性物质就会侵入到酒里 但是葡萄的葡萄的葡萄必须要快速分离 在酒煮后 这会让葡萄的保护和保护性物质的保护性物质 因此葡萄的葡萄是选择的 每一批分离好的葡萄都会有专属编码 从工厂里开始了它的另一段旅程 第一次葡萄的葡萄会会被传送到质量控制的工程 那里葡萄的葡萄会会被调整成的质量和美国的博士 在葡萄的葡萄的葡萄会会被调整成的质量 在葡萄的葡萄会会被调整成的质量 在葡萄会会被调整成的质量 在葡萄会会被调整成的质量 在葡萄会会被调整成的质量和装复 在葡萄会会被调整成的质量 在葡萄会会被调整成的质量 经过12个月的生长 三个月的生产 这些宝贵的原料最终进入宝营工厂 再次接受层层检测 融入独特的配方和Ussana产品基因 在葡萄会会被调整的粒粒精华 Ussana您值得信赖